大家看到这个停车场的纠纷 这位驾驶呢 他开着BNW的敞篷跑车 他认为说 这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并没有给他停车卡 所以他不想付60块钱的停车费 而且还拿出了台北市议会的停车证 他跟管理员说 他自己本身是议员助理 而且又撞坏了一旁车辆泄愤 他呛下说他赔得起 行径相当嚣张 开着敞篷车的男子准备离开停车场 没想到却突然冲撞一旁轿车泄愤 还大声呛下自己赔得起 行径相当嚣张 发生地点就在国泰医院停车场 6号上午这名男子把车停进停车格 到旁边的早餐店用餐离去时 管理员跟他要60元停车费 男子却气愤反呛管理员 又没有给停车卡拒绝付这60元 停在里面你看他怎么撞就好了 这都停在格子里面被撞 男子上眼一连串荒唐行径 大声咆哮还冲撞一旁轿车 引来民众侧目 冲突过程中男子还称自己是议员助理 甚至秀出是议会停车证 之后警方前来处理 向议会查证他的停车证 却查无这辆车的记录 但撞了别人车 仍被带回警局做笔录 男子开着高档名车 却只因区区60元停车费 与人争执 还冲撞无辜车辆 后续赔偿可不止60元 还呛说赔得起 较装态度让远警局摇头 记得万家为张魏子台北报道